我母亲特牛逼 我母亲说 我说儿子是你的你就认 不是你的 别让雷锋受委屈 缘分嘛 这只能用缘分来信 科学解释不了 科学解释不了什么呢 记录百姓真实故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这期视频的主人公 北京高哥 与初恋的女友 有什么故事呢 高哥的母亲 说了一句怎样的话 让人非常佩服呢 三连关注 一起听听吧 我这个初恋的女同志 后来呢 08年生完 在协议院生完孩子以后呢 就一直很顺利 后来到了2012年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高哥 我记得你是AB营学 对是 我你有什么事说吧 他说你看你能不能到 北三环那个 中国红十字 红十字医院 你去测血 我说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哭着跟我说了 说这孩子有白血病 有 说得配型了 他说我儿子 就得蒙着来呗 我呢就去了 我上那北三环那中国红十字医院 我就去了以后呢 到了二楼 我一样特别是 我就去过两个呗 我第一次去 我一上去也没人搭理我 说那个 我说你找谁啊 我说我测骨髓就行了 哇 撒一扇破下了 我都骂了 你这这这这 受欢迎 我就去了 测完以后我就隔了一个月 我接到红十字医院给我打个电话 配型成功 神奇 对 好像就就就就就就 这是不是里的 是 你看 很多人都这么问我这问题 对啊 尤其在熊野 我熊野在出名了嘛 但是我说 后来他前夫 不是他前夫呢 给我告了 把我给告 不是告了法院去了 我母亲特牛逼 我母亲说 他说儿子 是你的你就认 不是你的 别让雷锋受委屈 嗯 哎呀 我是雷锋啊 大官哥 所有不是我的 缘分吗 这只能用缘分来信 科学解释不了 对 到今天 什么时候 他儿子一见我 不用他说 他儿子就 恨不得眼含着外 得跟我说 说舅舅您好 救了他 我跟他 妈是哥们呗 他管我叫舅 没错 没问题 他说舅舅 到现在 小孩都上中学了 非常棒 而且他的踢足球 打棒球 全是我教他的 真好 他真是给你有缘分 缘分 所以说 火力功 所以你要相信 这世界上有真的爱情 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其实呢 北京高歌 也是一位仗义的真男人 对这个故事 您有什么评论呢 对此 您又有哪些感触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吃一位仲民 没问题 你怎么这么说 吃一位仲民